大家好,我是MASA 這一次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這邊 天慕斯 天慕斯是什麼? 天是天婦羅 然後慕斯就是おむすび 飯糰的意思 所以就是天婦羅 飯糰 那通常我們準備這個天婦羅時候 要準備很多材料 要加這個麵粉還有雞蛋 還有準備那個很大鍋子油 然後炸的 那這次我介紹的是比較簡單 不用花很多時間可以做出來 很好吃的這個天慕斯 好,那我們一起看看怎麼做 好,那先要處理蝦子 要看飯糰的大小 不用特別用很大隻 小的蝦子就可以了 頭的部位拿掉 還有下面的殼拿掉 但是要記得留尾巴的部位 要去掉殘泥 可以用牙籤 如果沒有看到殘泥的話 應該把頭拿掉的時候已經掉下來的 最後把尾巴裡面的水去掉 切掉旁邊 然後刮出來裡面的水 如果沒有去掉這個水 如果沒有去掉這個水 在炸的時候很容易噴湧 很危險的 好,現在弄到了很乾淨 OK,接下來要準備甜婦羅的麵糊 加入低筋麵粉 泡打粉 還有一點點的鹽巴 然後過篩 先攪拌好 然後慢慢加入水 攪拌時候可以用筷子 不要攪拌太多次 可以留一些結塊 這樣子炸起來口感比較酥脆 好,現在可以開始炸東西 但是我沒有要炸很多油 倒入大概有的深度有兩公分左右就好了 然後開中火 因為油量不多 不用預熱很久 可以加入一點麵糊 看看油溫夠不夠熱 如果看到麵糊馬上浮上來 出很多泡泡 表示已經夠熱了 把沙子粘在麵糊裡面 雀類尾巴以外的部位都有平均粘好 然後輕輕放入鍋子裡面 因為油量不多 因為油量不多 保持油溫 一次只能炸一兩片 如果麵衣的邊緣的部分變成淡金黃色 那就可以放麵 這個步驟可以選擇 如果想要多一點麵衣 可以把麵糊頂在沙子上面 因為沙子很小 很快就熟了 放一放 炸總共大概兩三分鐘左右就好了 炸好的沙子可以放在架子上面 讓多餘的油分滴下去 記得每次炸好後 撈出來麵糊的碎片 然後再繼續炸 全部炸完後 可以用剩下的麵糊來做天卡酥 就是天婦羅的酥脆的碎片 做法很簡單 只要把麵糊平均頂在鍋子裡面就好了 炸到金黃色就可以撈出來 放在紙巾上 把多餘的油分吸收 好 現在就有炸好的沙子 還有天卡酥 開始做飯糰前 先準備天婦斯蘸醬 它是很簡單的醬汁 蘸油 味醂 黑糖 還有水 混在一起做的 比例可以自己調整喜歡的味道 攪拌好 確認黑糖多油融化 好 現在就可以開始捏飯糰了 先把一張保鮮膜放在砂板上面 然後白飯放在中間 這次我用了大概80公克的白飯 確認用溫的白飯 不是冷掉的 不然不好捏 然後把蝦子粘在醬裡面 然後把蝦子粘在醬裡面 蝦子放上去時候把尾巴的部分可以出來一點點 然後開始包起來蝦子 可以把蝦子稍微壓下去擺放裡面 因為有蝦子尾巴突出來 可能不好捏 沒關係慢慢來 先確認蝦子好好包起來 然後再來調整整個形狀 可以用手指跟手掌做成三角形的形狀 其實形狀不用太介意 開心做一做 大概包起來就可以了 裡面已經有味道 但是外面還需要稍微調味一下 兩面擦一點鹽巴 然後再一次包起來 確認鹽巴都黏在表面 如果你想要加綠色 可以放入燙過的蔬菜 這次我用了蘆筍 把蘆筍切斷 然後跟蝦子一起放在中間 剩下的動作都是一樣的 接下來把海苔片剪下來 我是用原味的 也可以用調味過的 看各位的習慣 如果現在要馬上吃的話 就可以把海苔片貼在飯糰表面 這一次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怎麼包起來便當的樣子 把海苔片用保鮮膜包起來 還有甜蝦羅碎片 先確認已經冷卻 紙巾有吸收了多餘的油份 然後裝在密封袋 好 現在我們有三種東西可以裝在便當盒 先把飯糰塞進去 然後填蝦羅碎片的袋子放在上面 綁起來 還有不要忘記海苔片 放在旁邊 好這樣子就可以帶出去了 中午到了肚子餓 現在我們看看怎麼組合 它通常是常溫吃的 但是如果要加熱也沒有問題 用微波爐或電鍋加熱一下 把保鮮膜拿掉 但是這張保鮮膜還沒要丟掉喔 然後袋子搖一搖 把碎片黏在飯糰表面 最後用海苔片把飯糰包起來 因為有碎片的油份 海苔片可能不好黏起來 所以可以用剛剛的保鮮膜再利用包起來 再握一下讓海苔片黏住 如果不想要那個填蝦羅的碎片的話 就可以直接用海苔片包起來 好這樣子填蝦斯就完成了 有碎片的還是沒有碎片原味的都很好吃的 大家試試看 好,所以這樣子做出來的那個填蝦斯 還蠻簡單,就不用花很多時間 然後如果你是這樣子裝在那個便當盒裡面 這樣的話,中午想要吃這個填蝦斯的時候 就吃到感覺現場做的樣子 很好吃的飯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請坐坐看 謝謝! 謝謝!